娱乐周到无需客套 如果这样烂损的理由网友们并不买账 毕竟郑中基一直花名在外 不过在发布会上郑中基酷得稀里哗啦 哽咽的说不出话来 不难看出她的后悔与对蔡卓妍的不舍 然而曾经的伤害已经造成 做错事情总是要付出代价 失去了的人永远都无法挽回 最终郑中基的眼泪 终究没能让蔡卓妍改变离婚的决定 两个人长达四年的地下恋情 在见光的那一天便直接夭折 失去了蔡卓妍之后 郑中基似乎瞬间成长 一改曾经的浪荡不羁 像回事换了一个人 在婚后专心带孩子 甘做老婆奴 成了娱乐圈里首屈一指的好男人 那么那些年郑中基到底做了什么 让他伤透了蔡卓妍的心 弄丢了那个爱他入骨的蔡卓妍 跟阿萨离婚后如今的生活怎么样 他为何转身去了名不见经传的于斯敏 调调道路通罗马 然而有的人一出生 直接生在了罗马 在他们降世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了他们不平凡的一生 比如郑中基 含着金汤石出生的郑中基 一出生便冠上了娱乐圈顶级新二代的身份 在香港娱乐圈 素有太子基之称 而这霸气侧漏的称号则是因为 他有一个香港乐坛教父级别的父亲 据悉郑中基的父亲是年轻的时候 是香港乐坛小有名气的吉他手 和早年有香港乐队第一人之称的泰迪罗宾一起组建了花花公子乐队 后来因为乐坛的人都找到了更好的出路 因此这个宏极一时的乐队已无奈解散 在乐团解散之后 郑汉东开始经商 凭借着自己卓越的商业天赋 郑汉东年仅24岁时便坐上了香港保利金唱片总经理的位子 随后郑汉东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大 甚至将手伸到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乐坛 在这个过程中 郑汉东捧红了不少的大牌歌手 比如邓丽君张国荣 刘德华谭永林等人的走红 都离不开郑汉东的亲子操刀 也正因为如此 不少网友戏称 郑汉东是香港乐坛之王 于是郑中基从一出生便被大家称作太子基 有了太子基的身份做后盾 郑中基的音乐之路一路畅通 刚一出场便有张学友这样的大咖 为他保驾护航 为了好好的而帮助郑中基提升名气 张学友干脆将郑中基收为徒弟 不论到哪里开演唱会 张学友每次都会带上这位爱徒 为郑中基争取了不少露脸的机会 不过郑中基这人也确实很有音乐天赋 1996年 郑中基便出了自己的专辑左右为难 并且还凭借这张专辑成功地打败了陈奕迅 虽然有传言是陈奕迅让着郑中基 然而郑中基的实力依旧很难让人忽视 随后郑中基又趁热打铁 顺势推出了相思无用 别爱我 绝口不提爱你等歌曲 凭借着自己的不俗的成功 这些歌曲一发布便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 唱片大卖 郑中基的名字也渐渐地传遍大街小巷 然而在走红之后的郑中基 渐渐在灯红酒绿的娱乐圈里迷失了自己 开始放飞自我 热辣勤使 更是一波接着一波 就在郑中基事业最辉煌的时候 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差一点毁掉了郑中基 有媒体爆料 郑中基搞大了自己的助理的肚子后 不但不愿意负起责任 还逼迫小助理打胎 消息一出往上充斥着对郑中基的谩骂声 一夜之间郑中基的口碑一落千丈 在郑汉东收到消息的时候气愤不已 一边指责儿子乱来 一边启动公关处理这件事情 在这里真的不得不佩服郑汉东的危机处理能力 短短几天之内便将这件事情压了下来 真不愧是能够捧红一群大腕歌手的人 或许是这件事情处理得太过容易 没有让郑中基吃到苦头 因此这件事情之后 郑中基不但没有收敛 在私生活上更加的混乱 不仅如此 这一次他的烈焰对象 不再是自己身边的小鱼小虾 而是娱乐圈里炙手可热的女明星们 而他烈焰之旅的第一站 便是明艳动人的杨谦华 一次偶然的机会 郑中基在一次聚会上 遇到了明艳动人 率真活泼的杨谦华 只一眼 郑中基便对杨谦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随后便对杨谦华展开了猛烈的爱情攻势 然而对于郑中基的追求 杨谦华完全不为所动 因为在他看来 郑中基的当时的家世和名声都在自己之上 他并不想看作是傍上富二代的小歌手 于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郑中基的示爱 不过郑中基并没有因为杨谦华的拒绝而放弃 反而对杨谦华的拒绝 让郑中基对他更加感兴趣 随后在追求杨谦华这件事情上 郑中基更加执着 这一追便足足追了三年 郑中基这三年的追求 也让杨谦华看到了郑中基的真心 于是在1999年 杨谦华终于被感动 答应了郑中基的追求 在两个人恋爱期间 郑中基还曾以杨谦华的生日 为他写了一首歌曲 3月2日 可见恋爱期间的两个人 爱情有多浓烈 而郑中基也是杨谦华 后来唯一承认的交往过的男朋友 不过这段感情虽然很多浓烈 但是持续的时间却仅仅只有几个月 因为在两个人恋爱期间 郑中基又被张博之的美貌深深吸引了 年轻时的张博之 颜值简直就是娱乐圈里的天花板 那清纯而又标志的长相 让郑中基心动不已 于是还没来得及正式和杨谦华分手 郑中基便对张博之展开了爱情攻势 而张博之也对郑中基的才华和幽默深深吸引 因此两个人很快便走在了一起 而在得知郑中基出轨张博之后 性格刚一两千话 直接向郑中基提出了分手 两人长达三年多的纠缠 就此画上了句号 而张博之在得知郑中基和杨谦华的事情后 也很是生气 于是也向郑中基提出了分手 一时之间 花信的郑中基再次回到解放前 恢复了自己的单身生活 然而当时的郑中基还没有来得及 开启自己的下一段烈焰之旅 便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重大转折 而他的演艺事业 也差点因为这件事情而中断 2000年的2月份 郑中基可能是因为 同时失去杨谦华和张博之心情低落 于是在从洛杉矶飞往台北的飞机上 喝得伶仃大醉 以至于渐渐地而失去了意识 开始在飞机上闹事 甚至还抱了前来制止他的空姐和机组人员 使得飞机不得不在阿拉斯加紧急迫降 郑中基落地就被逮捕 妥善处理后 郑中基承诺不再喝酒 最后被判罚2500美元 并留有案底 该新闻一经曝光 郑中基的人气瞬间降到了冰点 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再找他合作 奈何他的老爸和牛掰 在父亲的操作下 郑中基转向了影坛 好景不长 在拍摄《爱君如梦》的第一天 郑中基又因罪驾撞车被听后判刑 幸运女神似乎总是眷顾着他 2003年因和梁朝伟合作 行运超人 让他的喜剧细胞得以激发 由此他自己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随后他出演了龙甘威 至宗无赖等多部无厘头喜剧 让他的喜剧明星形象在观众心中得以根深蒂固 与此同时 他还重拾自己的老本行唱歌 他在电影里唱了很多插曲 为此也给电影增色不少 但真正让他在唱歌领域有起色的 还得当属龙甘威二里的插曲《无赖》 此举让他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但此后他再也没出过专辑 很多人评价 相对于做张学友的接班人 郑中基更倾向于做周星驰的接班人 这时凭实力终于翻身的郑中基又回到了往日的辉煌 于是他又开始了自己因为翻身而搁置了很久的烈焰之旅 2004年郑中基受邀参演电影追击8月15 在剧组《蔡卓妍的清纯可爱》 让郑中基沉寂已久的心再次躁动 于是对蔡卓妍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于是涉事未深的清纯小白花蔡卓妍 很快便陷入了情场老手郑中基的温柔陷阱 不过这一次郑中基对蔡卓妍是真的很喜欢 甚至直接带着蔡卓妍到美国登记结婚 不过因为当时两个人的事业都在上升期 为了不影响彼此的事业 因此两人选择了隐婚 也许当时的郑中基是真的很想和蔡卓妍一直走下去 所以才甘愿和蔡卓妍走进婚姻 婚后郑中基绯闻评出 还被传出和AB在2010花田喜事中暧昧不断 此外关于郑中基的谣言满天飞 忍无可忍的阿萨和她提出离婚 面对媒体采访时 郑中基再次上演声泪俱下的场景 阿萨表现得很淡定 在被问到是否有第三者时 她没有否认 只是用不记得了堂字了过去 半年后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此后各自安好互不打扰 离婚一个月后 郑中基在活动上和女主播于思敏 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之后郑中基公开声明 并证实了和于思敏的关系 三个月后 两人的女儿阿玛早产降生了 在仲亲朋的见证下 两人正式注册为夫妻 面对外界生女逼婚的传言 她表示和老公是真心相爱 也是老公追的自己 两人相恋不久 便有了组建家庭的想法 因此生女逼婚是不可信的 有了孩子后的郑中基 成了妥妥的顾家男 应了那句古话 浪子回头经不换 后来采访时她表示 自己之前的确不会处理事情 直到做了爸爸 才明白了好多道理 从浮躁男孩到中年大叔 千帆过境洗净千华 他终于成熟了 收起狂妄 收起任性 他也是最好的那个男人 近几年郑中基的变化 让人瞠目结舌 常言道 浪子回头经不换 在于思敏的去富有数之下 郑中基很快适应了奶爸生活 在街头跟女儿一起玩娃娃机 为了体验底层生活 跟拾荒者一起工作 陪一位老婆婆捡垃圾 翻垃圾箱 体验社会底层劳动者的辛苦 一天赚60亿元港币 还大声呼吁 这是一个好工作 郑中基的变化如此之大 或许也是担心郑东汉 不肯让他接手重任吧 毕竟他既没有成为张学友的接班人 也没能成为周星驰的接班人 那些年的时光 他都荒废在儿女情长的琐事上了 身家千亿太子鸡的故事 未来前景接班人的命运如何 吃瓜群众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